D-Day TV KPM 我是薇薇 欢迎收看D-Day TV 全国封锁令再延长多两个星期 大家要继续加油压平感染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两个星期 全国封锁令实行的时候 我们的确诊数字确实是压低了很多 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 没事的话就不要出门 带在家就好了 那如果是必须出门的话 记得要像微微这样要戴上口罩 然后搓手艳这些要随身带 因为随时随地都会用到要消毒双手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是来自马六甲公教国民中学的一位 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姚老师 他会带领我们一起进入文言文的世界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位老师的姐姐 是于马六甲公教国民宿 公教国民行中学的姚毅勋老师 老师 早安 微微早安 你好 你好 老师您拥有29年的教学经验 对 是的 我之前我是在私信学院 毕业了之后我就在小学教书 七年半然后就去生肇 拿到了这个 在马大得到这个语文 语言语文系的这个学士 之后我就被调派 派到沙劳叶古静 八肚铃铛的试范学院 八肚铃铛试范学院 担任这个中文组的讲师 五年半 之后又再调回马六甲 马来女性试范学院 在那儿服务了11年 一直到2019年10月 我才调职到这个 马六甲公教国民行中学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是 您看老师呢 虽然已经是当老师了 可是还是孜孜不倦的 雪海无洋 一直在练习 一直在学习 吸收更多的知识 贝拉老师 老师今天您也会带来 六位同学 在现场这边 跟我们一起学习文言文 对吧 是的 是的 我们都是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 的六位同学 好 我们马上来看看六位同学 我们请他们出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同学们 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们先从上面这位同学开始 来 自我介绍一下 让大家早上 大家好 我是吴鲠宗 来自马六甲公教公教中学 的三栏班 嗯 你好 早安 那接下来 旁边这位呢 斗盖没记忆 大家好 我是鲠宗 来自马六甲公教公教中学 这个线路有一点点不清晰 好 没关系 那接下来这位呢 大家好 我是侯莫刚 来自马六甲公教公教公民行中学 三栏班 嗯 他们都是同学 同班同学吗 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好 另外一位呢 大家好 我是王浩宇 来自马六甲公教公教公民行中学 三栏班 谢谢 何瑜 你好 好 接下来还有两位 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郑鲁宏 来自马六甲公教公民行中学 三栏班 最后一位呢 大家好 我是刘伟杰 来自马六甲公教公民行中学 三栏班 老师 这一次都是选了男生 来这边 其实马六甲公教公民行中学 都是全男校 全男校 对 是全男校 坏了 是 那老师今天呢 会给我们上的课是什么呢 可以大家讲一下吗 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 讨论我们这个中山华文 当年六点四 就是大文豪韩玉所写的 《马说》这篇文言文 这篇文言文呢 是它好像是借由马来带出另外一些隐藏的讯息的 对吧 不是单单说嘛 它还有很多一些隐藏在里面的一些讯息等 我们去挖掘的 对 是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学们呢 对这一篇古文 还是对学习中文 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马上来进一片段看一看 在汉芸先生写的这篇马说中 我了解了司马者 在汉芸先生写的这篇马说中 指的是一个不会善用人才的统治者 我觉得如果一个好的领袖 一定要善用他身边的人才 协助他治理国家大事 这样才能达致国泰民安的理想境界 汉芸先生写这篇马说 说明了人才不应该被埋没 国家应该给他们机会发挥他们的才能 为国家广大群众服务 招呼人权 谢谢 我觉得汉芸先生的这篇马说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 他教导我们要忠视人才不要埋没他们 而且人才也应该争取机会好好表现自己 让自己的智慧能够发扬广大 汉芸先生写的这篇马说给我的歧视是 一个有才干的人 要争取机会来表现自己 不要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赏识他 因为机会不是每一次都会从天而降的 没错了就是这篇马说汉芸先生的这篇文言文 稍后来我们继续去探究究竟这一篇文言文 他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省思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 我们跟姚老师一起学习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今天我们要跟姚亦轩老师来学习 来探究一下唐代大文好汉芸先生的这篇马说 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全国观众朋友 我们就正式把时间交给姚老师 跟她一起上课 老师有请 谢谢 谢谢薇薇 好 同学们 我们在之前那堂课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马说 我们已经深究了这个课文 我们已经翻译了这个文言文 我们已经学会了它的这个表面的含义 今天我们要更深入地去探讨 马说 好 我们要了解含义 含义它是怎样通过这篇文章 托物寓意 就是说它表面上是写千里马 是写伯乐 还有写奴隶 还有写这个士马者 表面上是写这些人物 和千里马 不过其实它是要接着 它所写的这些马 人物 它带出一些它心里的感受 它心里那种苦闷 那种无奈 所以今天我们要深究这篇文章 我们要了解含义是怎样通过 这个托物意义的学法 把这个 他的这个心中的苦闷和无奈表达出来 理解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先朗读一下这篇课文 我们就跟着这篇这个范文 这个范读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 老师会亲自示范吗 还是可以请同学们朗读呢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故虽有名马 直入于奴隶人之手 偏死于草里之间 不以千里撑眼 马之千里者 一时或尽速以待 四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四眼 四马年 虽有千里之能 食不饱 力不足 才美不外现 岂与长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眼 侧之不以其道 四肢不能尽其彩 凝之而不能通其意 直侧而领之 约 天下无马 无虎 其真无马也 其真不知马也 现在老师 我们听过了这一篇文言文的朗读之后 老师可以继续我们 接下来要分享的东西了 好 谢谢薇薇 好 我们聆听了这个贩读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进入这个内容 作者他是运用了这个 托物意义的写法 他在这篇短文里面 表达了什么是人才 什么叫埋没人才 那么什么是怀才 不欲 那首先我们来理清这篇 一路文的主体 作者他借用了 千里马 奴隶人 伯乐和世马者 这四样 这四个主体来表达 他这个说 用这四个主体来成为线索 好 首先我想考一考同学 这千里马代表什么 真的是一瓶马吗 人才 好 千里马就代表人才 那么奴隶人呢 太快把答案弄出来了 那伯乐呢 伯乐代表 代表什么伯乐 善于发现赏识人才人 善于发现 善于这个赏识人才的人 那就一个四马者 这个四羊马的人 他代表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面 与面无知 埋没人才的统治者 好 就当时呢 与面无知 埋没人才的统治者 所以我们理清了这个主体之后呢 那么我们再进入探究 这篇文章呢 就会比较容易 那老师用最快的方法 再把大家带回这篇文章 好 当同学们 我们在研究这个文言文的时候呢 其实老师很反对 我们看这个翻译 因为翻译呢 各家有各家的说法 有些人呢 他翻译了 可能他是对他自己的了解 他的理解来翻译这篇文章 所以有时他会离开 这个作者原本的意义 所以通常我们读文言文呢 最好还是读古文 那么有不懂的意思呢 我们就借用工具书 去查出来里面的这些绅士的含义 那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解 来跟这个作者呢 做进接触 好 现在我们呢 再倒回去我们所学过的 这篇马说的翻译 是有伯乐 世界上有了伯乐呢 然后呢 才有 才发现这个千里马 然后有千里马 然后才发现 有千里马 那么千里马常有 千里马我们时常见到 而伯乐不常有 那么呢 伯乐就不常见了 故虽有名马 所以呢 即使呢 有这一个千里马 只辱于奴隶人之手 那千里马呢 他只辱墨在这一个 这个普遇 或是奴隶人的手中 就是那些 无知的人 偏使以朝礼之间 不以千里称也 对不起 不以千里称也 那么呢 这支千里马呢 他就跟其他的马匹一样 一同 死在这个 马区之间 不能够以这个千里马 组成 那么 马之千里者 一时或尽力一旦 那千里马呢 他一次能吃下 很多 叫一旦的这个食物 是马者 就是未养马的人 无知其能 千里而适也 他不知道这个千里马的才能 他就用普通 饲养普通的马的方法 来喂养他 适马也 虽有千里之能 食不饱 力不足 财美不外现 那么呢 虽然是这个千里马 他呢 虽然有这个千里 一日走这个千里的才能 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 他因为他吃不饱 他的力气不足 所以呢 他的才能 他鹦鹉的这个体态 就不能够显示出来了 甚至呢 要跟普通的马 等同 且一以长马等 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 他要跟这个普通的马 同等的都不能 那我们怎么能要求 他有这个 一日跑千里的这个才能呢 那 撤之不以 不以其道 世之不能进其才 明知而不能通其意 直策而灵智 越天下无马 那么呢 这个世马者 他就加以这个千里马的方法 他不用 他不会用 因为他不知道 那这是千里马 所以他加以和鞭策 他训练这个千里马的方法呢 是错的 那么呢 他饲养呢 又 就是说他培训 他饲养这只千里马呢 也不能够用 训练千里马的方法 所以他不能够让这只千里马 充分地施展 这个千里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才能 那当千里马施教的时候呢 他也 就是说 当这个千里马呢 很痛苦地在哀叫的时候 明知 那这个四马者呢 又不明白 那这个马到底在叫什么 然后呢 他就拿着这个鞭策 在这个千里马的眼前 跟前说 天下无马 这个世界上根本都没有千里马 难道果真没有千里马吗 其实不是啊 是因为这些四马者 他们不认得千里马 老师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是慧眼不识英雄 对 就一个人才怕好人才摆在他面前了 可是他没有 一眼就看出 他有过人的那个能力 对 所以就埋没了他的才能 大概是这样吗 老师 对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们都不是伯乐 他们 因为伯乐呢 就是他会 他有这一个赏识明马的这个能力 但是一般的人不会 所以他们就埋没了人才 就借由这个马来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现在的可能一些执政者 或者是一些组织里面的领导呢 没有慧眼是英雄去发掘出每个人的才能 让他放在对的位置那边发挥来帮助他 是的 那我们再一段一段去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韩逸 他的这个很无奈的这个 的心声 是 那我们从中来探讨 这个 韩逸呢 他通过这篇马说 他在议论到底什么是人才 那么什么是叫做埋没人才 那么又什么叫怀才不义 其实我们可以从他这三段 这个三段的一轮里面都看到 他不停地在深论 有时是正面的切入 有时是反面的讨论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那同学们 老师在一边讲解的时候 老师会发问 同学们准备好 老师要发问 好 老师问题就是 这一段 比如说老师念一段 这一段表示 韩逸在点出什么 或是这一个词 韩逸在表示什么 比如说我们来看 第一段的这一个 里面提到的千里马这个组绝 那么千里马指的是什么 同学们来回答 好 千里马指的是什么 千里马指的是人才 人才 刚才不习惯用这个 是个谷体 对不对 对 千里马指的是人才 那我们来看第二句 那千里马常有 而博乐不常有 因为博乐不常有 所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才经常有 可是懂得赏识人才的人 却不经常有 所以人才怎样呢 没有得到赏识 人才会怎么样 重复一次好了 怀财不愈 怀财不愈 就怀财不愈 华有才华的人 他没有遇到博乐 所以他就不能够 施展他的这个才能 所以他的这个结果 下场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样子的下场我们可以说是什么 要同学们回答吗 人才埋没 埋没 埋没过又怎样呢 很可惜是吧 人才埋没了 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 韩玉它是直接的深论出来 世界上有人才的 人才都有的 可是懂得赏识人才的人却不常有 所以这些人才就怀财不愈了 那么即使有人才呢 他们因为没有遇到博乐 结果他们就很冤枉的死去了 他们的这个才能不为人知 那我们来看第二段 好 OK 马之先离者一时或尽数一旦 好 这个代表什么呢 同学们 这句话代表什么呢 这个马的实验 为什么说它是代表人才呢 怎么说呢 能够深入地分析一下吗 解释一下吗 同学们 没有一个想要回答 我们可以说 因为我们看 这千里马的这个 跟一般马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吃东西 他一次过 一次他的实验 一旦的食物 那我们罗比赛这个人 这个人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 办事能力很强的人 他一次能够学得很多知识 或是他一次能够处理很多事情 就好像我们英语所说的 这个multi-tasking 他是一个人才 他全能的 全能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人才 那么 我们再看这个部分 那世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是也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就没有发现到它有这么本领的吧 哪一位 来 卖一卖人才 他们都很简短的话 那个答案 老师都很长了 但是有带去重点 因为对 世马者就代表看管马 管理马的人 或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人 比如说他去工作 他的上司 他的上司不懂得根据他的优点 来引导他 来安排适合的工作 适合的任务给他 刚才同学说出答案了 这就是埋没人才 明明有人才 可是管理他的人 或是他的上司 不懂得怎样用他 真的是埋没人才 那么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这一段 世马也须有千里之能 实目保力不足 才美不外现 即使他 这个人才 他的学习或者是办事能力很强 但是因为他的学习不足 没有机会表现 他们的这个才华和鹦鹉的体态 就无法地显示出来 这样子的下场是代表什么 怀才不义 对了 因为他们的才能 无法地 无法表现出来 真是怀才不义 就像这个韩玉先生 他活在那个时代 他一致不断地上书 要求改革 可是当时奸臣当道 所以他好几次的上书 都不被看中 所以韩玉就很失望 这是第二段是吧 老师 还有一段 对 所以这第二段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韩玉 他的手法是 他用反面的切入 他说如果这个人才 他办事能力很强 可是他遇到了一个 不好的上师 或是个庸才 遇到一个 不善于应用他的人 然后他的这个才能 就被埋没了 那他又再落到 这个很可怜 很凄惨的下场 就是怀才不义了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段 所以老师 这一段 我们留在广告后再继续好吗 好 好 可能一下子吸收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来看马说第三段 我们来听听姚老师的解说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现在呢 还是全国疫情在蔓延当中 还是继续有全国封锁令在进行的 所以大家呢 要紧记外出的时候 要戴上口罩 如果是没事就尽量待在家 不要出门了 好 这里呢 我们继续跟姚老师上课 今天呢 跟大家一起去探究一篇文言文 也就是韩玉先生的马说 老师 我们进入第三段对吧 好 好 老师就交给您 好 谢谢薇薇 那我们再进入这个第三段 那第三段 OK 天下无马 第二段是说天下无马 他用这个论点 一个这个总结 他说天下无马 天下没有人才吗 他先说天下没有人才吗 是真的没有人才吗 那我们来看 到底为什么会说没有人才呢 因为赤之不以其道 赤之不能尽其财 明知而不能通其意 如果照这个字面的翻译 就是说边色这只马 不用这个千里马的方法去边色它 所以它就不行了 比如说千里马 它的功能本来就是它可以去打仗 因为它一日可以跑千里 所以如果不善用它 而让这个千里马去拉车的话 那么千里马就无法的发挥它的才能了 那么千里马的食量很大的 它说它一次可以吃很多的食物 但是如果这个司马者不知道 用错的方法去喂养它 就仿佛不按照正确的方法 去培训这个人才 没有让它去充分施展它的才能 接下来这一句明知而不能通其意 就是说这个千里马他受不了了 他独自饿 然后他又被叫去拉车 所以他就失教 很痛苦地失教 但是这个司马者不明白 这只马在叫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带到 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去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 如果上司他不明白 他的下属的要求 不明白这个下属的能力 那么他就不能够跟他的下属沟通 而给他适合的工作 这样子的情况是 是埋没人才还是怀才不易 同学们 同学们 老师又发问了 是怀才不易还是埋没人才 埋没人才 有些说埋没人才 有些说怀才不易 老师好像两边都有答案 还是两个情况都可以适合运用在这边呢 然后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 接受这个人成为下属 却不按照他的这个才能去让他发挥 那培训他又不能充分地让他施展他的才能 那么听他发表也不通晓他的意思 无法沟通 他是埋没人才还是怀才不易 老师学生的答案有两方面 老师答案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站在这个人才的这个立场 如果我遇到这样子的上司 那我就怎样 应该是比较倾向于埋没人才 埋没人才是上司的错 好 老师对吗 对了 因为人才遇到愚笨的上司 就有像这个千里马遇到的 这个愚笨的这个司马者 完全不能发挥他的这个才能 那么他的才能就被埋没了 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身为千里马 有没有可能向我们的伯乐去反映一下 说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做这些 我们可以主动这样吗 对 这就是待会儿我们要进行的 这一个脑力激荡 好 那我们再看最后的这一句 呜呼 呜呼就是 这个很大声的叹息 其真无马也 无马也 其真不知马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人才吗 其实是那些有权士的人 那些统治者 他们是庸才 他们不懂的人才 所以他在哀探了什么 其实他在哀探他自己的命运 他是怎样的这个韩裕的命运 是 他觉得自己怀才不愈吗 这些是他本身的经历是吗 老师 是的 然后韩裕他在感叹他自己的这个命运 怀才不愈 因为他在进行 他在这个谈议 他在当官的这个时候 他看到这个政治的腐败 所以他一直不停地上书 要求这个宰相去改革 但是都不被通过 所以他觉得很苦闷 那么他就写这篇文章来 接着这个接物拓育的这个手法 来表达他内心的这个不满 老师这个时候我想问一问同学们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可以吗老师 就是怀才不愈的一些经历 同学们有吗 就比如说你觉得你本身是 演讲比赛是口才很好的 我想参加演讲比赛 但是老师没有选中你 你觉得老师没有赏识到你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同学们可以分享一下吗 有哪一位 可以分享一下吗 没有啊 还是你觉得我运动 我跳高跳远好厉害的 可是老师没选我去参加那个比赛 有吗 六位当中有没有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啊 老师呢 老师本身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吗 其实 我本身都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我总是跟学生说 如果我当初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不要再坐在那里等伯乐的话 那么我可能我的成就会更好一点 可是老师就一直在学习 探索不同的领域 我觉得老师也有去 为自己争取机会 对吧 所以也是希望说同学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就通过圈文章来 来鼓励同学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讨论一下 要我们知道了这些人才 到处都有 可是他们都不被预见 所以我们要怎样去保护和爱惜他们呢 就以一个上司的身份来说话 是吧 我们要怎么去发掘他 去爱惜他 去珍惜他 是吧 老师 这个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好 那我就给同学们一些提示 要怎样去珍惜和爱护这个人才 比如说我们读了这篇马说 我们之前也看了这个 伯乐去向马的这个故事 伯乐他走游猎国去找这个千里马 那我们看到 伯乐他是一个很爱惜人才的人 所以他就 他为了皇帝能够去打仗的时候 有一次千里马去帮助他建功 所以他就到处去找这个千里马 那么我们从这一篇马说也知道 如果你找到了千里马 你就要好好的对待他 你要按照他的这个 饲养他的方法来饲养他 然后不要给他去拉车 要给他适当的工作 所以根据这些提示 同学们你们能发表一下 要怎样才能表示 珍惜和爱护人才 现在哪位同学又轮到你们发表的时间了 来把握一下这个机会 怎么样去 安心 还有保护人才 发表一下伪论同学们 我们需要给他们适当的奖励 然后满足他们需要的需求 就是说给他们适当的奖励 满足他们的需求 那是要配哪一个提示呢 这边有四个对吧 按千里马的需要饲养他 按千里马的需要去饲养他 我们来看对吗 奖励他们去满足他们的生理的需要和物质的需求 就是薪水高一点 薪水高一点 因为要在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加薪 好 还有哪个同学要发表一下 怎样去珍惜 比如说不要让千里马去拉车 代表什么 让他们去做自己擅长的东西 让他们让这个人才去做 去发挥所长 去做他们擅长的任务 对 那我们才会得到满足感 才会做得更好 是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伯乐向马的故事 伯乐他周游列国去找这个千里马 表示了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到处去找千里马呢 意味着什么呢 同学们 为什么呢 人才要自己去向伯乐反映一下 他对哪一方面是专长 吉祥老师改我说的吗 自己去跟他说 上次我觉得我适合这个工作岗位 你要不要让我尝试一下 是这样吗 这是李周同学他认为这样 他说不要等伯乐 自己去找伯乐 可是这边我们的故事呢 是我们看伯乐向马的故事 是伯乐他为了去找千里马 他周游列国 那时中国分为七个国家 三国七雄 他七个国家都走遍了 所以人才是他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以从伯乐去找人才 我们可以看出 人才是他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把他找出来 要怎样把他们找出来呢 要怎样去找出来呢 怎样去会演识英雄呢 同学们 从外表看得出吗 还是怎么办 对 从外表看不出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 通过什么方法 就把他们找出来呢 对 同学们 来脑力激荡一下 测试 通过测试 通过还有 还有比赛 通过一种各样的财艺比赛 就能够发掘他们 然后找到了他们 我们就把他召集来 然后就训练他们 那么我们看到 皇帝骑着千里马去打仗 表示千里马被赋予很重要的任务 那人才呢 人才我们应该要怎样对待他们 让他们担任重要的职位 发掘他们的才能 对了 让他们担任重要的职位 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珍惜 跟爱护人才的几种方式 运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 是吧 是的 好 老师 可以继续吗 好 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学校同学们可以踊跃地发挥 就是 我们看到 伯乐去找千里马 找得好辛苦 我们知道伯乐是 他懂得赏识人才的人 可是这个人才 千里马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他到处去找 找得很辛苦 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千里马 他盼望这个伯乐道来挖掘他 就望穿秋水 哎呀 多无奈 他说伯乐在哪里 我的伯乐在哪里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同学们 如果你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你要怎么在这个茫茫人海中 去吸引你的伯乐 前来找你呢 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老师 这是我一开始就有的一个问题 你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对方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才能 然后让他们善良我们 给机会我们 是吧 对 同学们来 我们又针对这一题来脑力激荡一下 怎么主动的让你的上司 还是你的老师知道你有哪个才能 发表一下 同学们 主动参加比赛 自己制造机会给伯乐发现 好 就主动一点 比如说学校有讲故事比赛 你觉得你有能力的 老师我可以不可以自荐 我想参加 试一试 这样子吗 对 好 参加了讲故事比赛 然后你得奖了 就被那些所谓的伯乐发现到 原来这个同学他有这个演讲的能力 那么老师们就会给你去更大的平台 参加全中赛 或者是参加全国赛 那么就充分了 其实就多了很多了 所以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让同学们在趁着休息一段时间 再想一下多一点想法 广告回来 我们来听同学们发表他们的意见 好 进一段广告 疫情还是很严重 所以我们的防疫SOP还是要做好的 就像现在这样要随时消毒双手 然后我们也改变了一个做节目的方式 也就是在节目现场直播的时候 或者是预录的时候 我们全程都戴上口罩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比较新的一个SOP 在这里贯彻着 好 在广告之前 我们的姚老师还有同学们 跟我们一起发表了一些意见 就关于说如果你是千里马的话 你要怎么让你的伯乐找到你 你要怎么主动的让他知道说 你有这样的一个才能 要让他放在一个适合你发挥才能的一个岗位 所以同学们很踊跃地发表他的意见 所以我们想继续延续这样子一个沟通的方式 好的 同学们来 我们再来自由地发表 如果你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你要怎么在茫茫人海中吸引你的伯乐 先来找你 除了参加比赛 我个人的看法是将我们录制一些影片 并上传到YouTube这些大量频道 对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在搞YouTube的YouTuber 对吧 所以可能会人家发现到你的才华 通过那个方式 不错 不错 是这个可行吗 可行 对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成为这个 很出色的这个所谓的YouTuber 对 对 我们在这个 很好这个 idea 我喜欢 谢谢 还有哪位同学有另外的想法吗 我觉得除了博乐让自己找梦 你应该自己去找博乐 怎么样去找 然后让就是说 通过比赛去寻找博乐 然后让自己有发挥的参与 展现给其他人 也是主动出击的 主动参与一些比赛 那心目中现在有什么比赛是你想参加的吗 有吗 有没有一些目标呢 还没有找到是吧 还在搜索 还在摸索当中是吧 还在摸索当中 好 还有哪位同学呢 要发表一下 自己寻找好的上司 怎么样 自己寻找什么 自己寻找好的上司 好的上司 去找好的上司 就是说他主动去找博乐 那比如说你有才华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 你要让那个音乐家去找你 还是要怎样 主动去找那些经营公司 主动去找那些专才 让他来提拔你 那你是不要被动 我们要主动去找这个博乐 要勇敢地表现自己 表达自己 还有吗 还有什么可以发表的 来 关于这个博乐 跟这个圈里 其实一直在发表意见的是 同一位同学啊老师 还是都有对吧 哪一位还没有发表到意见的 来 我们永远发表一下意见 努力求学 争取进入大学 让教授看到自己的才能 这一些也不错 就是如果不知道博乐在哪里 所以就只好努力地求学 也是一个方法 讨起好成绩 比如说在SPM 在STPM把成绩搞好 那么就能够吸引 吸引那些在大学里面的教授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一个可行之道 不止大学的教授 我觉得在私人界的那些 他们在找人才的人 他们也是会注意这些 成绩考得好的学生 他们会提供这个奖学金 做学金之类的 去帮助这些人才 对 努力读书也是一个方法 是 这个是一个很比较 比较基本 就应该要有的 应该要的 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博乐在哪里 我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小圈子里面 所以最基本能够做的就是 把书读好 是 先像个海绵 这样吸收很多很多大量的知识 然后当时机到了的时候 就能够发光发热了 对了 是 还有啊 还有啊 同学们 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吗 怎么让博乐看上自己 脑力激荡啊 或者是同学们 你们认为博乐很重要吗 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博乐吗 对 一定要等别人发现吗 还是怎么样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不一定 博乐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中继人 中继人 还是自己当自己的博乐可以吗 自己当自己的博乐 可以可以 来 什么时候发挥一下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 我们可以把自己厉害的东西上传到 比如说YouTube那些东西 这样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注意那些 这真是欣欣时代 这个孩子的想法 孩子的想法 对 确实是这样了 整个趋势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对 老师也认同吗 我认同 我连想到他班上有一个同学 很会画 他这个天生很会画图画 画漫画 那种好像那些连载的漫画 那种四格漫画 他头脑转得很快 他真的是一个很出色的漫画 他把未来的漫画讲 然后我就鼓励他 我说你不如把你的漫画整理一下 放在这个面子书 还是放在自己的blog里面 他说 他在计划中 所以这个同学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他自己的博乐 他不需要去等人发掘他 他自己走上这个未来的路 所以我们就期待他说 有发表他的那个FB那边 就放他的作品放上FB 还没有是吗 老师 还没 还没开始 他说他觉得他的作品还不够成熟 他说还要再磨练 就不要再等了 直接就放上去了 可能会遇到自己就当自己的博乐了 这样子 对 所以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韩玉呢 他活在那个时代 或许同学们说了 老师 为什么韩玉不做自己的博乐 在那边自怨自欲 在那边感叹自己 怀才不欲 为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博乐 那个时候的局势 因为是尖程当道 就是说韩玉他很勇敢地站出来 要指正当时不正确的东西 只是因为瓦不敌众 所以他只能够很委屈地 托出这些文章来表达当时的记忆 不过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了 现在的情况 同学们也是发表了 我们不需要再等博乐了 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博乐 为自己的未来开创出一个康庄大道 有才华教师展出来 自己当自己的博乐 老师 今天我们的节目 其实也来到尾声了 我们还要在最后的这个环节那边 请同学们来说一说 有什么问题想要继续问老师的吗 大家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明白了 对吧 这个马说 这篇文章对你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启发吗 会不会让你们更勇敢地去表达自己呢 去追逐你们的梦想呢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同学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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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很绵练很含蓄老师 好啦 我们就不勉强了 我们感谢今天的姚老师 谢谢 姚一轩老师 还有呢 他带来的六位同学们 跟全国的孩子们一起上文言文这堂课 马说 韩玉先生的马说 希望有才华就秀出来做自己的博乐 让自己发光发亮 不要白白地来到这个市场 白走一趟 年轻不要留白 我们就不要虚度光阴了 虚度此生了 对 是 对吧 对 好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同学们 还有老师们 谢谢 谢谢 我们再见咯 再见 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同学们 谢谢文雷 谢谢大家 不曾带走什么 他不过人生 磨到轻盈 而且 戒动 一潟 远离 一藏 一潟 原来 卷起 一潟 以藏 一潟 卷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